在第一集中國重氣的拖頭測試後 我對中國品牌已經有初步認識 今天來到第二集 我們要測試的品牌裏面 一輛重型的五艦新車 跟我來看看 今天第二輯的中國重氣 上一集我們就介紹和測試了 他們的C7H拖頭 大家應該對中國重氣已經有初步認識 輪到今天第二集 我們找了楊Sir、汪首 測試他們這部 38噸五彈的重型貨車 身邊這位就是楊Sir 楊Sir也開過不少重型車 今天開這輛中國重氣 楊Sir,有甚麼感覺 這輛中國重氣的C7H 由於這輛車五彈 這輛車的避震 當然是 司機坐得舒服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麼高 我看到椅子會升高降低 是嗎? 是呀 有四點懸浮的設計 由於第五彈 由於第五彈 由於轉向 令車轉彎時 直徑可以小一點 我看到剛才你的轉彎很瀟灑 是呀 因為最尾那輛 其實它有個小轉向時 有個同步 如果是大的轉向 它就會相反 就是減少了轉向的直徑 是嗎? 令這輛車更靈活 操控我看到你開得很輕鬆 是呀 由於我今天開這輛是自動波 是 它有十二個波段 是 每一個波段負責的咪數微 可以小一點 於是車就變得很力了 是否應該這樣說 它的波段多了 令它的扭力 譬如轉波時 扭力可以容易維持 是呀 可以保持轉速器 不用轉速跌得太大 是正確 令它的扭力可以保持 在合理程度上 是呀 引擎的扭力 我知道好像是2300牛噸米 應該開起來 對於38噸的負重 會不會比較輕鬆些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講一下設備 我看到設備的駕駛室 都好像圍著你 每一樣的標板和操作都看著你 對你來說 是否一件好事 是好的 還有鏡子都好像包圍著我 我看出來好像包圍著我 有很多鏡子 地鏡都很方便 看得很漂亮 很安全 而且資料顯示 我聽你剛才說 有個好處 甚至鵬Sir也有說 原來有中文顯示 其實原來當今市面上的拖頭 因為歐洲和日本製造 很多都不會有中文顯示 其實是否有中文顯示 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是呀 是呀 我們看到可以反應快點 不用想一下 那是甚麼 代表甚麼 是的 它的駕駛室 比歐洲車和日本車 在外觀看起來好像較細 但在外觀看起來是較寬 對 正確 正確 中間這個位置 可以走走 對 還有馬力大 但是它的駕駛數很低 譬如我們走70至80公里 都是千一駕駛 即是扭力 對 對 這些車是起步 因為駕駛多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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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就輕鬆得多 對 對 總結來說 楊Sir 這部車你覺得 這樣價錢 是否價錢 你的品牌 可以的 我們對它有信心 對它有信心 對 而且現在我們在街上看到 這個 Kaunsel 牌子的車 是越來越多 證明它多人用 多人用的原因是它可能是可靠 和實際的 維修都做得好 考慮經濟問題 大家知道15年 怎樣用一輛車呢 經濟效益為之最大 是不是需要買一個名牌呢 大家去想想 反正我身處這部中國重器 用的都是歐洲的引擎 和歐洲的波箱 整輛車的設計 大家看到是很歐洲化的 但價錢方面 一計算出來 差那麼遠 整件事大家知道怎樣計算了 我這樣用車 好像上次駕拖頭 鵬Sir說的 一輛開兩輛 我明明一個車隊 只有五輛車 現在我的車隊可以變成十輛車 為何不考慮它 證明的消費者 或證明的車主 大家應該知道怎樣做 謝謝你 今天有樣貌 好 我可以隨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